大S和望小飞这场戏又出现了新的动静 这场戏原来还没结束 大S和望小飞早已经休战多天 此后一直是张兰在制播 各种封刺 而后小S和S妈是不是反击一下 大众的关注点集中在了大S与剧军业是否婚内出柜这件事情上 在之后就是剧军业 没想到之后 他居然主动加入这场战场 从母后走到台前 先后发布几条波文否认网友们指控 自己没有出柜 大S没出柜 两人是正当交往 之后18年飞台的事情被 把出来 先是回应说 相关报道都是假新闻 事情的起因 是剧军业曾在2018年12月来过台北 剧军业还发布了动态 但在望小飞和大S闹的 最厉害的那两天 剧军业被质疑悄悄删出该动态 剧军业1月24日就出来回应了 晒出个人账号中的图片 证明自己没有删除当时的动态 并且还晒出了与粉丝的照片 以次证实自己当初来台北市和粉丝见面底 只是剧军业晒出的照片中有一位女士的长相 和大S的姐姐十分相似 因此剧军业和大S在被质疑两人 是通过大S姐姐牵线大桥 在续前缘的 而剧军业晒出的照片变成了她们婚 那橱柜的证据 从剧军业最新发的内容可以看出 是坚军否认照片中哪位女士是大S姐姐 事情经过一周多的发酵 12月2日剧军业再度发文成这怎么可能 是同一人 怎么一直到缘两个人 是同一人聚见业 直接否认了在2018年与大S姐姐私下聚会的事情 并且晒出大S姐姐与粉丝的不张对比 找自证清白 剧军业敢于发出两人的对比 找说明她在2018年的12月7日到12月10日的行程 的确是和粉丝见面 剧军业还亲密的和女方合影了 通过眉眼照片对比看 两人确实不一样 照片中敌女子容颜显得更加年轻一些 两者低嘴部 眼睛 发性都有区别 除了晒出合照 剧军业还晒出了当时活动现场的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晒出来后 不少网友也改变了看法 纷纷留言表示支持剧军业 让剧军业和这些污蔑他的网友刚到底 随后没多久大S转发了老公剧军业的发文 表示非常幸运自己和欧巴身边的朋友都是耳聪慕名的文明人 这样短短的一句话 已是向大家说明了他们身边的朋友都是相信他们的 二是封刺是封刺了敌会他们婚前联系的 前婆婆还有骂他们一家人的暴躁前都 此前大S在接受采访时 屁要说起女子不是他姐姐 二是巨军业20年的铁杆粉丝 还有照片魏征 并且呼吁大家不要恨小视听 别在上海无辜之人 而且大S的姐姐很少露面 该粉丝只是和大S姐姐仗带相而已 这场风波波及范围太大 大S姐姐也无辜逃强了 估计他们最近也真是心累了 其实2018年聚军业 去台湾建大 S确实有颠簸风桌印 2018年望小飞大 S一起参加节目还坏了三胎 但不行的是流产了 还不至于冒险出柜聚军业 王小飞妈妈张兰今日炮火能烈 除了通缉前西服大 S一家野马王小飞现任女友张盈盈 几乎天天在直播间 犀利发言相当受注目 自望小飞和大S因电费 床店等家庭所事屡屡冲上热搜棒第一 后张兰直播带货也做得风生水起 只要直播件人数略有下降 张兰就都落出点边角料 对大S和聚军业冷炒热分一番 人气大涨之际也是货物大败之时 据不完全统计 那边王小飞和大S级战争和这边 张兰的销售额已突破两亿 即使有人对张兰痴之一笔 觉得她用儿子和钱儿媳 钱儿媳老公的四方是薄眼球 这种做法又是尊严和体面 毕竟是一个有身份 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人现叹莫论人非 何光是在公共场合 事实上张兰和王小飞 因为此次不断在直播中爆料 带动自家产品销售额 直播卖出一万多项酸辣粉 三万多袋小黄鱼 餐饮品牌 趁话题热度快直播 21日当天从下午三点持续到凌晨三点 超过117万网友观看 成交金额超过100万人民币 约台币442万元 相较于前一天成交金额10万人民币 约台币45万元 一口气表张了十杯 张兰透过兜音平台直播五次 也碰上了涨粉超过12万现象 切勿偿直播爆料 加上卖商品成交总得超过150万人民币 约台币664万元 其中酸辣粉就买了50多万人民币 约台币222万元 和前一天相比涨了奖进七杯 不过 网小费的马六 既品牌张篮名字没有出现在公司高层 名单没有被列股东 也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直播中曾生成事义务帮忙 计算计×